《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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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音乐》 《音乐》 大家好 我是何祖霖 我是郭敬诚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 男人真命酷 上有老 下有小 老婆还在旁边 叽叽歪歪的 會啊 你不是主持人 你不要這麼白話 那也沒辦法 男人應該承受的啊 是喔 當然啊 我還被人家閒得要死 還被老婆一天到晚翻白眼 真的 愛玲玲老師 首先歡迎黃玉佩老師 老師好 來 接下來歡迎李玉佩老師 大家好 來 接下來歡迎愛貝老師 老師好 來 歡迎兩位 是有多苦 來 首先歡迎黃鐙輝 愛玲芬輝哥 他不只 他老婆沒有機會 但他 但他丈母娘很機會 對 沒有 怎麼講得這麼貼切呢 來 接下來歡迎唐從社 從從哥 大家好 恭喜從從哥 回到了 就是一樣這麼帥氣的臉龐 不好意思 什麼意思 擔心死我了啊 之前壓力太大有一些問題 聲怪病 對 這待會兒來聊 那個實在太嚇人了 但是今天來聊男人爭命苦 從從說你覺得現在男人有苦說不出 今天發洩一下 平常都是這邊什麼人氣 在那邊罵老公什麼的 對不對 今天人不來 好好的說一下 其實好像本來一直都是這樣啊 我從小看我爸爸在養家的時候 爸爸出去當兵 然後退伍之後沒有收入 對 就自己想辦法 我爸是退伍老兵 什麼都沒有 沒錢沒地 什麼官階退伍的 很低 士官 連掌都沒有 不是士官掌 他就是中士而已 對 所以我 那很辛苦 我也傳承他的 就後來我入行 第一個節目就在中士嘛 對 喂 好冷啊 沒有 因為我爸爸從小 我們從小看的爸爸就是這樣 很能夠吃苦 然後他什麼都沒有 然後自己就 怎麼會想到說去賣牛肉 就牛肉就是跟那個冷凍牛肉去批發 批發商上 然後進了牛肉 然後送去餐廳 然後到菜市場擺攤 然後把我們四個小孩養大 在哪裡賣牛肉 在台南 我們老家那邊的市場 對 然後牛肉不夠 又多賣一個叫雞的內臟 那時候什麼雞肝 雞蒸 雞心 就是去 都是去批發市場批了 然後一大早 然後冬天很冷的時候 雙手都被凍傷 因為那個牛肉都是冰的 冷凍的 然後就抱著那些牛肉 就捧著 那時候也沒有什麼冷凍器材 或什麼 然後就也沒有戴手套 然後就去市場 四 五點就到市場去擺攤 然後賣到中午回來 所以小時候就看著爸爸 都很能夠吃苦這樣 所以我們也就很習慣 說覺得男生吃苦 我也沒看過我爸爸在那邊 在那邊靠北 靠南走這樣 就一路就是把我們養大 媽媽就在家帶小孩這樣 是 對啊 所以我覺得 男人本來就應該吃一點苦 然後好像男生的抗壓性 也比較強一點 所以就不太習慣 去講這種事情 是 那鐙輝呢 那鐙輝你為家庭打拚也還好吧 其實我很小的時候在國中吧 然後就是父母就分開了 然後就必須什麼都靠自己 我覺得我從小就是爛命一條 然後 你父母分開你沒有跟誰 跟爸爸 但爸爸後來生病 就變成我們就必須靠自己 然後我記得 我那時候我會在高中考前三名 是因為前三名有獎學金 因為我知道我們家沒有錢 去付那個學費 然後我想說 那我稍微認真賭一下好了 不然 我怕家裡面會太吃緊 然後因為我們已經沒有 大人在賺錢 所以我們可以申請那個 清函獎學金 清函獎學金好像五千還八千吧 然後前三名又可以拿一萬 還是一萬二 所以你們家幾個小朋友 我們家有三個 我還有兩個哥哥 對 然後我就 那你是老妖耶 對 然後就因為想要拿那個錢 我還真的都一直考前三名 我就覺得自己還滿認真的這樣 有個目標 對 因為想要錢的關係 然後就大學之後就一樣 就是學費更貴了嘛 然後就變成要半工半工 我記得是白天去上課 一下課就去端牛排 大賣場 搬貨 或者是做什麼零工什麼的 沒有能賺錢 對 然後就賺那個吃飯錢跟 學費 學雜費還有房租 都要自己想辦法賺 然後就覺得 這些東西變成我日常了 所以後來有人問我說 那你剛出道的時候 會不會很辛苦 我就覺得 還好啊 好像就這樣嘛 好像也沒有以前那麼慘 對啊 至少還有工作 最慘的就經歷過 所以就覺得 把吃苦當成吃補這樣 好 其實這兩位 不過我先講就是說 我現在終於回頭 回頭看兩位的這個演藝的 從起步到現在 終於知道為什麼 你們兩位這麼拚 崇哥那不用講 只要到他手上的 任何一個演出的案子 他不跟你拿命拚了 他好像就是事不罷休的 他的敬業 他的專業他是這樣 燈輝也是 所以其實這個都是因為 在求學 甚至從小的原生家庭 就讓你們覺得 反正只要給我機會 我就跟你們拚了 錢也要賺到 民更要想辦法成民 我有受影響耶 因為從小我爸 給我們一個觀念 是不要欠人家的 然後很妙 我把它移植到 把這個觀念移植到 對演出上面 尤其是像舞台劇 我總覺得好像 觀眾進場買票 一張便宜的五百 八百 貴的兩 三千 然後我很擔心就是說 觀眾進場看了之後 出去就罵彰晃 不好看 不好笑 或是不感動 然後我就總覺得好像 因為看電視 你不喜歡你可以轉台 但是舞台劇 你票買進來 因為篤林哥也演過舞台劇 直到那種壓力 就擔心觀眾不喜歡這個戲 你不能夠多給觀眾一些什麼嗎 所以就覺得好像可以 加一些什麼好玩的 加一些什麼好笑 或是驚險刺激的 讓觀眾覺得值回票價 就覺得他花錢買票 所以就很拚啦 所以就每一場演出都拚了 說你們現在兩位 你們要負擔什麼 你要養... 三個小孩 養三個小孩 養老婆 老婆 然後什麼 養車帶 房貸 房貸 帳母娘 帳母娘比較兇啦 花的比較兇 好不好 這就是最大條的 車帶 房貸 然後自己爸媽那邊呢 因為我爸在幾年前走了 然後我媽媽改嫁 所以比較不需要我去負擔 對 然後現在主要負擔都是 自己的家庭 帳母娘跟小孩 你現在每天一睡醒 一個月大概要多少錢 貸款扛在身上 我沒有算耶 但是我前...上次算 我不知道在哪個節目 一個月就要十幾萬 大概十五... 十五到二十萬一個月 所以眼睛睜開就要趕快去 現在應該更多了 因為後面我加上去的 我就沒有...我不敢算 我就趕快賺 我都不敢算 因為我知道要付很多 總統呢 你要不要請帳母娘趕快改嫁 什麼啦 耶 不行 你等我 老三大了 他現在走了 我會麻煩 他在...他雖然哪有在... 他沒有走 叫他改嫁而已 對 然後... 然後你請一個保母應該比 請這個帳母娘便宜吧 對啊 你有沒有算過 其實我有算過 其實請他還是比較便宜 因為他帶三個 二十四小時 全年無休 帶三... 雖然說他中間會跑去打麻將 中間會跑去幹嘛 然後會亂買東西 可是其實如果你二十四小時 這樣算下來 請三個保母會更貴 就是說為了省錢的話 再多的都給他吞吞下去這樣 對不對 對 但是你中生期待 等孩子長大 能夠帳母娘改嫁 會是全世界最快樂的人 我會... 我可能會感動到痛哭流淒 對 有些人遇到事情就會退縮 要這事情 或者有時候你有很煩的事情 剛剛講過 你付不出三餐好了 付不出房貸好了 有些人會退縮 會怕 會一直像 有的我們當然形容小女人 當然小女人不是說壞的衣服 就是說一直這樣往後面退縮 不是站起來扛著錢 總的現在要付幾個小朋友 我有兩個 兩個小孩養老婆 然後爸爸走了 還有媽媽 然後幾個房貸這樣 幾個房貸 所以每個月要扛在肩膀上 大概多少 差不多光房貸就 應該有二十幾三十萬 差不多 連本代曆還了 應該就二三十萬 因為我 幾乎我家的人 我都有給他們房子 差不多 房子不能算負資產 什麼意思 媽媽 媽媽 然後姐姐 姐姐 對 然後還有小孩 姐姐有家人嗎 姐姐沒有 也沒有 沒有家人 因為她幫我照顧 照顧爸爸媽媽 所以我就都把房子 就都有 每個人都有 還有小孩 小孩還小 你現在就幫他買 也有啊 也有 對對對 很棒耶 小孩還這麼小 你都已經幫他 對 都要 怕有的事情 怕來不及或是什麼 我最基本的想這些問題 所以現在一個月 大家要扛多少 差不多 正常開銷 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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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50 好硬喔 忙帶家生活 對啊 小孩學費也很嚇人 學個才藝什麼的 對 一個暑假兩個加起來 就五萬多了 是啊 而且游泳課啊 什麼籃球課什麼的 對啊 英文課什麼的 喔 好硬喔 啊 男人真命苦 還好啦 我覺得甜蜜的負擔 看著他們好 看著他們成長 而且 而且我覺得 那個房子的事情是 其實我之前就有這個計畫 然後 沒跟他們講 但是 我有跟姐姐 後來跟他們講 我說這個房子以後 這個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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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安排好了 然後因為我只是想一件事 那時候我第一次買房的時候 我發現房子會漲 然後我發現說 欸你越不買 以後越買不起 對 然後我只是想一件事說 我很怕他們以後都買不起 然後到時候 那你們老了或是怎麼樣 到時候來麻煩我怎麼辦 我希望過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就都買起來 然後以後你們都有 那就不用 到時候不用來麻煩我 我可以自己過得很好這樣 你好棒喔 欸你是家裡面的大哥嗎 你是大哥 老妖 我跟他一樣 我們家四個小孩 但因為關鍵是 誰的這塊老妖 但是關鍵是因為 我們家前面三個哥哥姐姐 我小時候他們都很疼我 是 他們都很照顧我 對 那像我姐姐跟我哥哥 是我大學念五年 我們家小時候很窮 我最早打工是從 幼稚園就開始 我就在賣那個抽的有沒有 對那個紙牌 他在抽的 我那時候就會開始賣那個 然後我記得 我大學念了五年 我哥哥姐姐 每個月一個人給我五千 我大哥跟大姐 每個月給我五千 可是他們的薪水 是才四萬多吧 四萬多給我五千 還給爸爸媽媽 所以對我來講 我覺得按那個比例來算 那我如果現在的收入 我也按那個比例 比方說四萬塊 五千塊等於是八分之一嘛 那我如果拿我現在的收入八分之一 給我哥給我九 我覺得很合理 所以我就是用這樣的一個心情去比較 好棒喔 你不覺得老天爺喔 就是這麼有趣 當你越捨得付出的時候 他真的反饋回來的 其實也是 就會讓你有這個能力去付出 好 來 尤浦老師 我們來看看什麼樣守面相的人喔 是能夠扛家計有責任感的真男人 好 我把這種長相特色列出四種來 然後給他標個分數喔 六十七十八十九十 只要上榜都是好男人 但是我們從六十分開始看齊 六十分我是用首相來看 好 我們首相來看的話呢 看哪個呢 生命線深刻 就是我們手上一條 最深刻的這條線就叫生命線 深刻表示你生命力好 也代表你工作順利很努力 然後努力線向上 什麼叫努力線呢 在我們的生命線這邊會有些細微 每個人不同 有的是比較深的 有的比較淺的 有的長的 有的短的 這種都叫做努力線 那這努力線的意思是表示 為家事努力 為家庭付出 不會把工作回到家裡 在外面賺錢很辛苦 回到家還是要做家事 不要說全部丟給老婆嘛 這就是努力線 很努力的家事 努力工作都算了 好 這個我把它列到六十分 有上榜的都是好男人 好 再下去我們看第二項 好 第二項是什麼呢 既然要挑中蛋嘛 既然要扛中折 那當然就是要肩膀要寬食 你這瘦巴巴的尖尖的 應該大概跳不起來 再加上胸部尖厚 那再會說 最主要是做事情不會怕 有些人遇到事情就會退縮 有些事情 或者有些人很煩的事情 剛講過嘛 你付不出三餐好了 付不出房貸好了 有些人會退縮 會怕 會一直像 有的我們常常形容小女人 當然小女人不是說壞的意思 就是說一直這樣往後面退縮 不是站起來 扛著起來 那這種他就能夠扛起來了 所以我把它列到 真男人指數給他列到七十分 是 好 下面第三項 我把它列八十分的是看嘴巴 嘴巴那口要寬 要闊 唇要厚 然後齒壯而齊 我相反的講 如果一個男人嘴巴太小 嘴唇薄薄的 那一種的我看成不了大事吧 遇到事情就會逃避 不負責任 來進行出外帶子 老師你看一下我這可以嗎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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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動的手術 他燈胎的那個嘴巴算大的 對 很大 你他的立場算大 還滿厚的 性感 好了你 多了 你冷靜 嘴巴快有領導力 在家裡領導力就是支柱 家裡的領導力 那麼唇厚有情 齒壯表示做事情認真 果決果斷 那當然能夠做得成功了 扛起來 好 最後一項 我列出比較一個特殊的長相 但是把它列到最高分的是什麼 金星跟木星 金木二星剛毅 在我們人的臉上有五星 除了中間是土星是鼻子之外 上下這邊是水星跟火星 我們知道水星跟火星 我們講金木所有土裡面 水跟火是抓不住的 感覺上比較不實在的東西 但是我們的耳朵 這邊耳朵就是木星跟金星 木星跟金星是硬的東西 我們講到木頭 講到金是硬的東西 也就是說我們的耳朵要硬才好 你不要認為我們這是軟骨 軟骨裡面每個人 你可以摸摸你的同學朋友 有的軟軟的 但是我這裡的意思 金星木星就是兩個耳朵 要比較硬才是好 我們常說軟的話 就軟了 耳根是軟 耳根是軟 這受人家左右 依賴心很強 罵人家說你耳朵很硬 勸你的你都聽不進去 但這是一個形容詞 事實上在我們人的長相 這兩個是要硬比較好 雖然它是軟骨頭 但是要硬才好 所以叫金星木星 那麼這個耳朵硬會代表什麼 剛硬 剛強 毅力十足 而且耳朵是在我們臉的左右邊 表示我們保護我們的中間 那我們家庭來講也是一樣 你保護你的家庭 保護你的妻小 這很軟耶 我這樣算硬吧 你自己摸比較就知道 你不是每個人都超軟的 他最軟 我超軟 難怪你被騎媽吃 對 我被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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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沒有骨頭 你都怎麼回事啊 他沒有耳骨 你也不要太高 他如果改嫁 他還是會回頭來找你 欸 鐙輝 我會計算啦 我們老公是真的 勞力士 他回頭都要找你 有可能喔 起媽是有可能的 對啊 就是說 我耳朵 金星木星剛一看牆的 他會保護家庭 不會讓我們的太太 或者讓我們的小孩 受到外人的欺負 他剛剛講嘛 會站出來嘛 在扛家計負責任 好 那這幾項特色 給觀眾朋友做參考囉 像蟲銅現在一個月 一個月五十幾萬 以前電視還很蓬勃的時候 上上通告硬拼 這樣塞滿滿的時候 節目多啊 OK 但現在 以前電視台 每個電視台都開節目啊 對 所以那時候我記得在2007年以前 差不多我一直都維持 至少有四到六個節目 就隨時 禮拜一到禮拜天幾乎都有 對 現在電視台幾乎沒有開心的節目 就比較少 所以就是變成你要 各種的可能性都要會做 因為我很喜歡表演嘛 對 所以就配音啊 好萊塢的動畫 就差不多每年都會有一部 那種好萊塢的動畫配音 史瑞克 冰原地險記那種 然後還有做舞台劇的演出 然後還有像自己有做一些 副業投資這樣子 然後活動主持就什麼都做 演講 分享 最近其實差了很多 最近因為電視台 就生態改變了嘛 然後就是藝人都往網路去發展 然後你每天醒來 以前是每天醒來錄影 現在每天醒來要想 今天要PO什麼 臉書 IG 又有一個抖音什麼的 就一直都有新的東西 很累 你看像燈輝多聰明啊 把老婆也出來搶通告 對啊 對不對 連趙母娘還可以出來搶通告 卻選趙母娘也有 趙母娘還出了唱片 而且她那個點閱率還 兩百多萬了 你看吧 比我多耶 對啊 不是喔 很厲害 喔 所以那總統你現在 有做哪些副業或者 八九千點 現在掉到剩三千點左右 因為那時候是 那時候就是那個 911 911攻擊嘛 不是全球股市都跌嘛 掉到現在我說 會不會股票變成是 一千壁紙這樣 她說應該不會啦 結果我就在 911那個時候 就整個全部出來 結果從那時候 我一全部撤出來 它就開始漲了 那總統你現在 有做哪些副業或者什麼 就是像現在的話變成是 我們自己有做一些 這個就是 影視作品 就開始我現在 像我八月做一個talk show 然後我們有跟幾個朋友 有成立一個小的公司 在做影視的這方面 小投資這樣子 也是拍戲啦 是 拍做電影 或者是做戲劇的規劃這樣子 然後自己有做副業 做炸雞店 然後還有做 在網路上賣那個 水嫩雞胸肉 超好吃的 超好吃 對 給健身的 還有養生的老人家吃 然後那個味道都很棒 那很適合篤零哥欸 不是 我說健身 對 養生 健身 是老人家還是 喔 健身 有在健身的老人家吃 篤零哥都中了 你先講的 沒有啦 我對你講的 你不要看 不是 鑫沈姐 你在損人的時候好誠懇喔 我有什麼嗎 然後裡面對著我們講 對 健身的老人家吃 然後篤零哥在旁邊 整個傻眼 所以你那個水嫩雞胸肉 要先讓篤哥先嘗一嘗 因為今天沒有帶來 我到處再寄給你 真的 我說真的 不用不用 你一個月五十幾萬的 負擔很大 對 我們來捧場好了 要趕快寄 我怕來不及 你千萬在來得及之前做 所以你還有投資股票 以前那時候 剛賺錢的時候就覺得說 哇 我不能這樣子下去 我一定要 不能靠演藝工作 那你賺了錢 要以前滾錢才叫賺錢 結果朋友說 欸 投資股票 那時候朋友說 欸 你知道嗎 我昨天光台積電一個上來 我昨天就賺了七萬 對 然後他就一漲 就漲了多少 他投了多少 他能漲多少 趕快趕快 他講了幾次之後 都好像 不去開戶 對不起他這樣 我就真的去開了戶 開了戶要介紹一個營業員給我 然後反正到 買到最後就說 不能都交給你好了 就你幫我操作就好了 對 結果我差不多丟了 大概六百萬進去 然後隔了一年半之後 我就看那個報表 剩多少 他說 這最近 就你知道嗎 就是從 八九千點 現在掉到剩三千點左右 因為那時候是 那時候就是那個 911 911攻擊 不是全球股市都跌 掉到現在我說 會不會股票變成是幣值這樣 他說應該不會啦 結果我就在 911那個時候 就整個全部出來 結果從那時候 我一全部撤出來 他就開始漲 所以我說 生沒那個命 對對對 我說我現在 我丟了五六百萬進去 我說那現在剩多少 他說 還有一些 我說那總結 現在大概多少 他說剩九十幾萬 對 六百 剩九十幾 差不多 這玩笑開大了吧 對啊 所以又賠了四百多萬 然後後來我記取教訓 在08年左右 就有一個朋友跟我講說 崇崇那個股市最近不錯 要不要進來 又來了 我說我看一下 我要觀察一下 因為之前就是高買 低進 低出這樣不對 我說要觀察一下 然後觀察兩個月之後 真的有漲喔 那時候才六千多點 然後漲漲漲 我觀察了快一年 就差不多八個月的時間 就漲到了八千多 九千點這樣 然後他說怎麼樣 你看股市的狀況 一片熔頸 我說好 那該是可以進的時候 從我進他就開始跌 你 對 跌到 好像差不多九千一萬點 然後跌到六千點左右 我想不對不對 又趕快出 一出又差不多 損失了四百萬 這來回 對對對 兩次四百萬的那個 好傷喔你 對對對 所以後來我就不太 不再碰股票了 所以你就確定 不做股票了 確定不做了 那你投資 你應該繼續做了 因為大家就會有一個指標 反指標 對反指標 你進了我們就出 你出我們就進了 那你後來投資 不要在山口上撒鹽好不好 那你後來投資 這些雞胸肉啊餐飲 你有自己管嗎 還是只是 現在有 我覺得就是奉勸大家 一定要注意人 就是因為 其實真的我就發現 問題都出在人 就遇到 不OK的 投資的合伙人 就會有問題 對啊 你發現進去 賬也不對啊 然後 講的都不一樣 然後還有東西 這個問題 那個問題 所以其實 後來我們在進入這個體系的時候 花了很多的功夫在整頓 包括很多的設施是不OK的 然後就是當初用很高的價買進來 現在都在換 修 然後還要再請人家來做什麼這樣子 很辛苦 我覺得齁 我覺得今天要講男人爭命苦 我覺得男人自己要負一些責任 唉唷 就是說你們太容易相信別人 太容易相信朋友 哥們 從小一起長大了 誰誰誰誰都覺得 對 就義氣 但其實通常 最後 就會回到所謂人的問題 所以其實可以交朋友 也可以當哥們 但是就是說只要扯到錢 扯到生意上的 那就回歸到大家應該是要 就事潤事 每個男人身邊都需要有一個親嗎 你聽你在說 你說你跟他大姐大姐有經驗 你是不能讓你們朋友討過嗎 我跟你講 我就是一次那個餐飲的投資 我就再也不要跟人家合夥 對啊 那也是花錢買來的教訓 說到跟他 你跟他投資 後來我都是自己 後來我就都自己獨資 就不會有這種 就是說 自己去承擔那個責任 因為我不想連朋友都交不成 是啊 對 但沒辦法 我們男人有時候 大家哥們講兩句話就來了這樣 那不行 那真的就剛剛老師講了 你的耳朵到底是硬還是軟 你登輝你要千萬小心 你真的還好 你有人家齊齊幫你手 對 都被擋住了 但是你看喔 我擋住了 我踩有沒有 沒有 破到外人的手上 都破在自己人手上 在自己人手裡 總統說你 因為工作太忙 身體前陣出狀況 讓你 心情受很大的影響 你會開始想很多 這個太恐怖了 你這個問題 是有過啊 因為就是你不知道敵人在哪裡啊 你身上就是那個敵人 但是不知道 不知道什麼原因嘛 就臉都 你那是什麼病啊 我就從 嘴角這邊開始有點腫 而且是不規則的 可能這邊腫 你把那照片秀出來給 可以給我們看一下 可以嗎 那個 太難看了 那個簡直就是 變成另外一個人耶 就有人 有人開玩笑說 我是不是去打玻尿酸 然後我就問醫生朋友 是這樣打要多少錢 他說十五萬 我那時候安慰自己就是省了十五萬 但是沒有人會打這樣子 已經變形了 根本都不是 就這樣 但這個是好的喔 我看一下 蛤 腫起來啦 老師你們看 這個是我們認識的蟲蟲嗎 這個還算好 這已經過去已經好了 他這已經好 但是你說任何一個人看到自己 變形成這樣 你說不嚇死才怪 而且他是演藝人員靠臉吃飯的 是怎麼 結果我有 後來 查出是什麼 後來查出來 三種的一個那個感染科主任 林詠聰醫師是 查出來是叫做 塵蟲過敏 兩種塵蟲過敏 還有另外一個叫 引起身上某種什麼胖細胞 還什麼的一種病變吧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壓力 你身體有變胖嗎 你這是臉腫嗎 不是 他說有一個不知道什麼 好像叫胖細胞還是什麼 我忘了 所以這個是過敏 在臉上 跟免疫功能有關係嗎 有可能 就是免疫功能下降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壓力 因為當時查抽血 我的腎上腺素很低 所以好像是膠感 還副膠感神經作用過剩 就表示可能壓力大 所以這還真的就是那句 就是小姐身子壓頭命 你知道嗎 你說這邊還敏感 然後問題是壓力還那麼大 還必須得去做 那就是身體扛不住了 所以這次你說 看不見這個敵人讓你想到 你說孩子什麼 我覺得生死有命富貴在天 保險要保在家裡面賺錢 賺最多的那個人身上 那就騎媽了 不是啦 他怎麼花錢呢 你看你現在三個小孩 你家裡生三個嘛 你不只需要買保險 你也需要 但 哇哈哈哈哈哈哈 欸 這次你說看不見這個敵人 讓你想到 你說 孩子什麼 有一天我在外面吃飯嘛 然後吃飯的時候 欸怎麼電話響了 然後一看是那個老婆的電話 然後是小孩打過來的 然後那時候是十 十點多快十一點 不對啊 你怎麼還沒睡覺 他講說 沒有啊 爸爸我就很想你啊 然後奇怪 他八九點就睡了 然後十一點就醒來 那我那個時候 如果我在吃飯 有時候是電話不會接的 就剛好接到了 然後我就在外面 那我就陪你講講話 他講說 爸爸我很想你啊 然後我說 你怎麼這個時候要打給我 不知道剛剛睡不著 那我就陪你講話吧 然後就聊到我說 你要乖乖那個讀書啊 聽媽媽的話啊 然後這樣長大以後 你自己會有男朋友 會結婚啊 或什麼 不要不要不要 我不要結婚 我要照顧你跟媽媽 對啊 他就這樣講 整個就融化了 我記得我蹲在一個暗巷 餐廳後面的暗巷 我就蹲在那邊 靠著牆壁 我就跟他講 然後兩個就在哭 他開始哭 我們就視訊嘛 他就講講講 然後我說 不行 你要好好的去 你會有你的家庭 然後爸爸媽媽不用你擔心這樣子 結果後來就突然看到 那個小朋友的臉 然後後面出現一個虎姑婆 有沒有 就她的媽媽 然後 因為她在前面這邊哭嘛 我也在哭啊 然後後面一個人出現 你為什麼把我女兒弄哭 因為那時候時間很晚了 媽媽要叫她趕快去睡覺 然後她就開始擦眼淚 我說乖乖乖 寶貝趕快去睡覺這樣 那你明天還要上課或什麼 然後就跟她講 因為她在學校成績很好嘛 然後就會常常跟我講說什麼 我在學校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因為我們就 如果有機會講話的話 她會抓著我就一直講 對 因為我們很少有機會 能夠這樣一直講話這樣 對 然後她就會覺得 跟我在一起講話就很開心 所以那天就是 我突然想到說 她才十歲 然後我現在四十幾 然後想到說 我爸爸當時生我的時候 是四十幾歲 我們差了快五十歲 當時想到四年前 我爸走的時候那個樣子 就是覺得 我會想到 跟女兒在講話的時候 會覺得說 會不會看不到 看不到她 怎麼樣怎麼樣 因為那時候我的臉剛好還在走 然後其實工作是都停掉的 然後就 那壓力很大 對啊 然後 就突然會想到說 這個 將來的她會怎麼樣 對 對 所以我是在那個時候 我就很清楚地跟我的姐姐 跟老婆她們講 就是說這個房子是誰 這個房子是誰 給誰的這樣 那個時候就想得多一點 但其實我覺得 應該沒那麼嚴重 只是當時會有一種心情 就因為小朋友的那個臉 跟她的眼淚 然後整個催話 就我們沒有這樣子講過話 就我一直很記得 那五月的一個 一個夏天的一個晚上這樣 不知道孩子 或家裡買什麼保險這些 有啊 我最多有一年繳保險費 就繳八十幾萬 對 有投資型保單是三十幾萬 但是有那種什麼 那個醫療險 還有什麼房屋險 那些都正常的啦 然後有一個叫什麼 我現在長照險 長照險 對啊 我自己買了 就變老了不用人家照顧 還有就是老婆的 還有姐姐 我一個姐姐也幫她買長照險 希望 因為她照顧爸媽 也沒結婚 是 所以就幫她買 所以以後有人 以後可以照顧她這樣 是 東輝你們家有買很多保險嗎 規劃 其實 我們家的保險 都是我老婆在處理的 她會去買 東輝她一定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她老婆還蠻仔細 我都建議她不要 買太多 因為我覺得這個 錢要花在刀口上 我覺得 生死有命 富貴在天 保險要保在 家裡面賺錢賺最多的 那個人身上 那就齊媽了嘛 不是啦 其實 她是花錢的 你看你現在三個小孩 你家裡生三個嘛 你不只需要買保險 你也需要買保險套 笨 欸 脫口秀啊 她接下來 保險套 我8月7號在紅樓 脫口秀 一隻狗的生活意見 保險套有買蠻多了啦 但保險我是跟齊 因為我會比較 生死 我比較欠你知道 我想說 就算了吧 那多花的 但是齊齊好像她都有偷買很多 她沒有跟我講而已 對 喔 來啦 來啦 還是要有一些 危機意識喔 來 玉佩老師 我們就來看見 哪些姓名筆劃的人 就是我們講到的 危機意識是屬於很強的 嗯 是的 危機意識 每個人都要有喔 那從哪裡看呢 人格跟總格 所以大家就把 人格總格的筆劃 拿出來對一對 你是不是一個 有危機意識的人喔 像登輝來講呢 她的人格呢 是32話姓名盤 然後呢 她的總格是47話 那觀眾朋友 你的人格總格筆劃 算出來了嗎 我們現在就來揭曉 是 到底是什麼筆劃的人 他有危機意識喔 人格總格呢 分別出現了 12 13 19 21 23 28 31 36 登輝的47 跟50話的人 這些都是很有危機意識的 有耶 其實在伊索預言當中 其中有一個故事 他是這麼說的 他說 有一隻野豬啊 他在那個樹幹那邊磨他的獠牙 那有一個狐狸呢 從那邊經過 他看到了 他就跟他說 你幹嘛那麼辛苦 為什麼不躺下來 休息休息 再說了 現在又沒有獵人 這個野豬就跟他說 如果獵人出現了 獵狗出現了 我再來磨我的牙齒 那就來不及了 所以呢野豬呢 他就是那種 欲謀欲見的危機意識 那還有一個故事 大家都知道 就是水煮青蛙嘛 今天如果我們把這個 青蛙丟到熱水裡面 他一燙 他一定是馬上跳走 問題就是說 那個水煮青蛙 你把它放在冷水裡面 你慢慢地煮 慢慢地煮 他安逸慣了 根本就沒有感覺到 其實他的水 我已經起來了 所以青蛙 他就被煮死了 青蛙的這種作風呢 就是太過於安逸 他本身失去了危機意識 其實每個人 危機意識應該都有 只是每個人 危機意識的重點 是不一樣的 那麼這些筆劃的人 他的危機意識 其實是全盤性的 也就是說他顧慮的會蠻多的 因為他覺得 人生無常 總是有七災八難 所以在他的肚子裡面 他的心目中 他有一個危機意識的九宮格 比如說有的人 是來自於環境的危機意識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 到了一個陌生的環境 比如說去KTV 住飯店 先看一看 逃生口在哪個地方 是是是 我會 我是來會 你會不會把那個什麼 洗澡缸水放滿 先放個半缸 不會 這是一招 萬一失火的話 拿棉被下去 泡著包起來 可以鑽出去 學到一招 對對對 我只會看逃生門而已 對啦 看一定要看 但是浴缸放水 還有的人 他是對於錢的危機意識 因為對錢沒有安全感 他很怕自己說 萬一我缺錢用了 我要去跟別人借錢 或是說我老的收穫 我不能賺錢了 那我的老年生活怎麼辦 所以他就會 年輕的時候就開始給自己規劃 買保險或是存私房錢 做秘密帳戶 他有一種 就是剛剛蟲蟲的那種狀況 就是他除了自己在存錢之外 他也會在想 小孩子那麼小 現在房價那麼高 等到他們要買房子的時候 那房價不曉得 飆到什麼程度了 所以他這個危機意識一來 他會把它延伸在他的子女身上 那還不如 我現在先幫他們做存款 存一些將來買房子的一些基金 所以有的人是來自於錢上面 其實還有的人 是對於工作的危機意識 因為有很多人在工作上面 很怕被淘汰 所以他讓自己好像就是利於不敗之地 但是他也知道 其實在這個社會上面 你在那邊苦幹死幹 不見得能夠得到老闆的青睞 真的 所以老闆要的是有功勞的人 而不是有苦勞的人 因為有功勞是個 為公司創造利潤的人 所以有的人他會在工作上面 為自己創造第二個謀生的技能 就像鐙輝聽說 他現在在學紫薇斗術 對 厲害 我實在是很擔心 他有一天搶了我們的飯碗 他就是想來坐這邊 對 鐙輝的面相來講 我覺得你絕對不適合當 秘理老師 那我要適合當什麼 廟公或是 夠討 真的 那個比較好賺 而且你去當廟公或是夠討 你的說服力比你當 秘理師還要有說服力 老師 你不要以為老師在開玩笑 他在講真的 而且我真的有 很厲害的老師算過 我應該會退出演藝圈當廟公 曾經有過 有人算過這樣 當然還有的人 這是最多的人 其實是對健康沒有 是有那種強烈的危機意識 因為怕自己病了 然後自己受苦 然後又拖累家人 所以他會花很多錢 花在醫療保險上面 甚至於有的人 他很擔心自己 萬一哪一天他來不及說再見 然後他又不願意被淋遲 因為他不能講話了 所以他會簽下什麼 不被急救的那種同意書 對 其實這個都很重要 當然也有的人 他是怕他養老要防兒 他實在很怕自己的養老金 被孩子給敗掉了 也有的人他在經濟能力許可的時候 他會去做一個信託 這個信託是針對他自己保障他的錢 而不是說信託是給小孩子的 其實剛剛有說 每個人都要有危機意識 但是我們的危機意識 希望是跟野豬一樣 那可是不要矯枉過身 因為有的人 危機意識太過於強了 就變得有點神經質 然後有點以神以鬼的 人不管做什麼事情 始終抱使著一種懷疑的態度 那這就喪失了 真正危機意識的意義了 好 所以這個組合 就給大家做參考 那危機意識 燈會還是有 你現在一個人扛三間房貸 嗯 對 那你買在哪裡買三間 是投資還是什麼 其實這三間 第一間是 是騎媽拔輸掉嘛 蛤 你買的第一間是騎媽拔輸掉 其實第一間是他房子 原本的大樓電梯裡面 都會貼有人要賣 像紅紙 有去進去 這張紅紙是新的 這邊居然有人要賣 他就把紅紙撕下來了 女婿啊 我跟你講 奇貨可居啊 你不讓我買台北的 我幫你買了高雄的 這一間比較便宜 只要五百多萬 你買的第一間是騎媽拔輸掉 其實第一間是 他房子就因為賭債還是什麼 就抵押了 然後要數回來 跟銀行數回來 然後第一間是因為幫他數回來 你那時候還沒結婚 結了 不然我幹嘛數 我就夠了 我傻啦 然後後來第二間就是我現在住的地方 然後那時候是因為 我老大黃太后就是一直租房子 然後就跟著我們 從小baby 然後那房子都破破爛爛 然後每次我在浴缸幫他洗澡的時候 就覺得 好像對不起我的女兒 就是跟我一起吃苦 然後後來在 我懷第二胎的時候去跟 那時候是郭世倫跟一個製作人 住在現在這個房子 我去買禮物去 對 我買禮物去 慶祝他們立廚 然後他們就說 我們這邊還有個物件 你要不要看一下 我看完之後發現那個環境 還有公社都還滿棒 有游泳池 我說 那如果買這個地方 我就看我老婆肚子裡面的老二 然後就想說 那他一出生就可以住好房子 然後就想了一下 然後看這游泳池以後 小朋友可以在那邊玩水 然後這邊可以幹嘛 然後我就 好 我跟他拚了 我就借了一千 大概一千五百萬貸款 我就 那借一千五百萬 他房子要快兩千 我只能貸七成八成 他貸款一千五 貸款一千五 貸款 貸款 房貸 那你投機款的時候用借的 投機款就我把我之前 慢慢存 慢慢存存起來 全部好像累積了兩三百 就一次就跟他拚 然後就都沒有錢這樣 對 然後我就 自死地而後生這樣 就跟他拚了 然後就慢慢緩 慢慢緩 然後我真的發現 當我就是為了小孩 然後為了家人 然後把所有的重心 都放在他們身上 然後把所有的精力 都花在他們身上 我的工作跟我的運氣 就變好了 是嗎 有時候餵自己 餵自己大概都沒有這種動力 隨便吃一口也就飽了 隨便換一下一天就過了 對 可是為家人 為孩子 真的那個 有衝進 潛力 真的不可獻 所以我一直很相信 那個小孩會帶財這件事情 那你第三間房子又買 第三間房子是因為 琪媽路過高雄 她原本的大樓電梯裡面 都會貼有的人要賣一下 紅紙 有去進去 這張紅紙是新的 啾 這邊居然有人要賣 他就把紅紙撕下來了 女婿啊 我跟你講 奇貨可居啊 你不讓我買台北的 我幫你買了高雄的 這一間比較便宜 只要五百多萬 他跟我講完說 這一間房子 低於行情 什麼可以買 我就 覺得他是被騙 他說不肯被騙 那紅紙他自己撕的 沒有人看到 他還交代那個管理員 就是大樓管理員 不要把這件事透露出去 他怕被別人買走 而且他手腳很快 直接就聯絡屋主 就要跟他那個簽約這樣子 我說你不要急 我上網先查一下行情 是那個實價登錄 稍微看一下 有車位五百多萬 四十幾坪 我說天啊 怎麼會有這種物件 讓奇媽撕到 這真的是便宜低於行情 我說好 那我去看有沒有現金 我拿了一筆現金 然後請起騎 然後送到南部去 然後他用這個迅雷 不及言語速度就結下來了 然後就真的讓他買到一棟 低於行情的房子 所以我真的覺得他有時候其實還蠻 他雖然花很多 那你是要存投資呢 還是以後你們有 有心會要回高雄住 我聽完這個從哥講 我就覺得他這個 不知道他的邏輯 我就好像就是跟我蠻貼切的 因為我覺得我這麼努力 然後這邊有三個小孩 然後因為有一棟兩棟 我有三個小孩嘛 那我以後走了之後 那如果留下兩棟 那還有一個怎麼辦 然後剛好騎馬又給我傻傻 又給我買這個 然後就剛好有三間 那如果以後走了 他們一個人可以一間 沒有 你要有心理準備 應該會有第四間 他也要想到他自己啊 對不對 他都三個孫子都看好了嘛 對啊 他的塔位我幫他買好了 喂 真的啦 我跟妳說真的 去年過年 他去掃墓 掃完說 這個塔位好漂亮 他就訂了 他看到什麼就買什麼 回來跟我 你去啊 我要恭喜你 米湘母娘 幫他自己買了一個 一個塔位 他說 這個塔位 你總不會叫我自己戶吧 對耶 你叫他自己目前買塔很怪 我還幫他戶也是十幾二十萬 算了算了 我跟你講 騎馬喔 你真的要好好給他風塞 他運很好啦 他運真的很好 來 我覺得這個喔 這一題大家都會很想要知道 玉佩老師來幫大家看看 什麼樣線民筆劃的人喔 房產運很好 真的房產運很好的人 一定是賺錢的人喔 我們要看的呢 是地格跟總格 所以大家地格總格拿出來喔 地格呢 像登輝他的地格是35話 他的總格就是47話嘛 但是如果說觀眾朋友 你的名字是單字的話 你的地格呢就加1 喔 加1就是比如說你叫做 燈 黃燈 那麼燈是20話 加1 你的地格就是21話 你要加1 地格總格出現了 11 16 18 25 29 32 35 燈灰又上了喔 37 41 跟51的人喔 其實有很多投資工具 有的人喔 這些筆劃的人喔 比如說跟人家合夥開店 導電 自己投資股票基金呢 就賠錢 唯有他這些投資當中 會在不動產上面 會被給他帶來一些獲利喔 其實這些筆劃的人 他們本身滿會買房子的 在他眾多投資當中 真的你去加減乘出起來 獲利最多的是來自於不動產 可是他們對於買房子 絕對不是屬於那種 見烈欣喜的那種人 他不會被他的裝潢 他的外觀給迷惑了 因為他買房子 他一定有他的一些原則在喔 比如說呢 第一個 一定這個房子要有增值的潛力 第二個他一定會 顛顛自己的口袋 深度有多深 不去做碰風的事情喔 那麼房地產運很好 不外乎喔 有的人是專門在投資用的 像他們在做投資的時候呢 他一定先鎖定目標 然後開始做功課 了解我要的這個區塊 目前他的市場的行情 還有他的未來的增值性有多高 像每個人買房子 他的重點是不一樣的 有的人他喜歡買學區文教區 有的人是商業區 有的人是喜歡在那個行政區 這些地段來看 那對於他們來講呢 他看的是地段 那些小狗短襪的房子 他絕對是看不上眼的 但並不是說每一個人呢 他都可以去做不動產的這些投資 有的人呢 他的房產運很好 是鎖定在我自己要住 因為他沒有過多的錢去投資 可是他自住的房子 也能夠賺錢 比如說他現在他的能力呢 他只能買一個20坪的房子 但是因為他地段買得好 經過幾年之後呢 他增值了 他可以賣掉 他就以小換大 或是以舊換新 以郊區來換市區 雖然說他的名下 看起來都是一間房子 但是他的增值性 房子還是給他帶來很大的一些獲利 其實我覺得這些筆劃的人 他們房地產運很好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他們會去結交一些 那個叫做房務仲介 跟仲介做朋友 當他們有了第一手的好物件的時候 一定會先告訴你 即便是在不景氣的當下 也能夠買到很便宜的房子 就算你想要賣房子 在不景氣的當下 你因為有仲介的朋友 也能夠為你賣出好的一些價格 那還有的人 是讓我們很流口水的 他的不動產運 是來自於繼承 祖上的鎮餘 他少了那些就是很艱苦的 去開始慢慢存錢存錢 實際一到了 他就自然而然的就有不動產了 所以這些筆劃的人 在不動產上面 是可以好好去發揮的 我覺得如果有對到的人 股票 基金 做生意這個 你把它擺在你的第二 第三選項 你可以把買不動產 作為你投資的最大的選項 這個筆劃給大家做參考 是 好 來 艾菲德老師 我們就來分析哪些星座的人 他只要肯做 肯努力 就一定會成功 好 來 我們來參考一下這個星座圖板 給觀眾朋友做參考 哪些星座的人只要肯做 在各方面都一定能夠有成功機會 請大家參考太陽以及上升星座 有上榜的朋友你會成功 首先我們來看第三名上榜的 如果太陽上升落在射手座的朋友 我們的從彭哥的太陽星座 是落在射手座 射手座會能夠成功的原因 其實是樂觀 自信 而且擁有成功的本質 那麼想要成功的人 或者是說容易成功的人 你會發現他們身上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質 就是遇到困難跟挫折的時候 永遠能夠保持樂觀跟自信 因為人生的路很漫長 會遇到的事情很多 那麼一定會有一些挫折跟挑戰出現 但是射手座就能夠在困難跟挑戰當中 仍然保持樂觀跟自信的態度 因為他們擁有了這個成功的本質 導致能夠讓他們更接近成功 而且能夠順利地跨過各種挑戰 再來我們看到店名的朋友 太陽跟上升星座 爸爸其實是在得了病之後 整個人個性變得很開放 就很敢講笑話 我爸以前是軍人啊 我小時候我爸多凶 我們被打到快國中了 我去那個醫院裡面 從那電梯出來 到我爸住在心臟科那個病 我聽到外面怎麼護士 笑得花枝亂彈 三四個護士在那邊笑 我就過去看我爸被圍在中間 再來我們看到店名的朋友 太陽跟上升星座 如果是落在牡羊座的話 我們的燈輝呢 太陽跟上升星座 就是牡羊座的朋友 來 牡羊座容易 能夠成功的原因是什麼 越挫越勇 累積成功的資本 其實剛剛聽燈輝 會在分享他的過程 不是像他現在這麼樣表現得出 那麼樣的輕鬆 跟這麼樣的歡樂 其實都會有一些比較 過程當中會有辛苦的那一面 但是他都能夠不斷地越挫越勇 這其實是羊座 他們不怕辛苦 而且他們能夠去跨越辛苦的 一個本質 因為他們覺得過去的辛苦 是未來成功的資本 那麼他過去累積的這一些經歷 或者是心酸 也許能夠化作一個 未來表現出來的一個特質 未來表現出來的一種 他的這個本身的演員的能量 所以這是讓他們能夠成功的 一個能量跟一個運氣 再來我們看到第一名的朋友 太陽上升如果是落在 摩羯座的朋友的話 也是能夠肯做就會成功的 原因是什麼呢 摩羯座他們有一個堅定不移 想要實現成功的願望 其實對於這個摩羯座的朋友來講 在十二星座當中 他們是最渴望成功的人了 那麼在所有星座都願意去 實現自己的夢想 但是只有摩羯座願意去把這個 困苦跟夢想當中做一個結合 因為他們知道只有去突破挑戰 最後實現出來的成功的果實 才會是最甜美的 有上榜的朋友射手座 摩羯座以及摩羯座 只要肯做在各方面都能夠一定成功 給大家做參考 出社會工作好不容易切 差不多正要順了結婚生孩子 差不多好日子只要開始來的時候 其實人生每個人都會碰到 這時候爸媽年紀大了 開始老了 是 難免 現在的這個文明病好像就不知道為什麼 感覺失智症的人越來越多 然後像我自己是爸爸媽媽相繼都有 然後我爸爸是在81歲左右開始 因為他中風三四次了 他其實蠻堅強的 然後就是一直中風好 中風又好 中風又好 然後就慢慢的就可能腦部 這個神經受損之後 他就是慢慢的變有失智的狀態 可是我爸爸在剛開始失智的時候 前面的一年半 我們就是都在有點在抗拒 就是不接受這個事實 然後已經發現爸爸有時候怪怪的 比方說半夜一點多 他突然醒來 然後尿完尿就出去散步了 你要去哪兒 出去運動啊 不是 現在半夜一點了 啊 看了一點 對啊 出去走一走 就是他突然覺得半夜一點 出去走走是對的 然後這個事情忘了 那個事情忘了 這都很一般 那比方說他有時候會講話 會講的邏輯不太對 比方說我哥哥結婚 要娶老婆 我們在攝影 欸老爺子 你今天大兒子要娶媳婦了 你開心嗎 我們家第一個結婚的是我哥哥 啊 講幾句話吧 那個結婚 待會開車 不要出車禍啊 這叫祝福的話 他對著鏡頭 然後開車出去 不要出車禍啊 他被車撞了就沒了 我說怎麼 就是今天要講吉祥話 怎麼會講這個 結果就發現其實 爸爸的邏輯已經有點變 事後才會回想說 原來那個時候都已經開始了 那因為有時候去看這個醫生 這個醫生 他們就講要不要去做測試 我們覺得是 燈輝你要小心啊 說不定 祺媽有一點狀況 到處給你亂買房子 你不會事後才想 哎唷完了 那個時候他就已經 鏡頭已經開心了 他不怕已經買過了 還買一間 我回去要先帶他去 剪他的腦 因為愛租你 買房子還好啦 怕祺媽一定 你去啦 恭喜你 那個媽媽幫你把你的房子賣掉了 好恐怖喔 幾個狗人來搬家的 搬東西 你也不去看走喔 你也要洗你 對啊 然後就發現 就在不管在言語上 在認知上 時間空間都會有一點錯字 所以就覺得 你要不要去看看神經內科 那時候我們家沒有經驗 從來沒接觸過 所謂的神經內科 然後就覺得 這是不是神經病在看的 然後當然我爸也會排斥 那後來就是 經過一年半的之後發現 有一個重要的指標 就是爸爸開始會失禁 尿失禁 那那個軍人 沒辦法接受自己尿褲子 所以當他一失禁就急 然後這急的就想要回去 趕快換褲子 他就不願意出門 然後我們就說那去看醫生 結果醫生才說 這個我們做一個評量 一看就 一確診的時候 就已經接近中度失智 就已經輕度往中度那邊移 那其實如果我們在輕度 就發現的時候 可以再控制得更好一點 現在有辦法控制嗎 現在 可以 在輕度 輕度的有可能 有些地方會回復 但是到中度之後 基本上就不可逆了 那只能控制在那個地方 就是延緩它的那個 是靠吃藥是不是 對 吃藥 都有 有吃藥的 還有一些社交的活動 其實都有幫助 像我媽媽的狀況 就比較不一樣 爸爸其實是在得了病之後 整個人個性變得很開放 就很敢講笑話 我爸以前是軍人 真的喔 我小時候我爸多兇 我們被打到快國中 就是不乖就會打這樣子 那不是亂打 是真的犯錯就挨打這樣 然後我記得小時候 我去一個同學家 那個同學的媽媽是單親家庭 然後小兒麻痺 提著菜 從菜上買東西回來 不方便開門 腳也不能開 他就叫說 小灰啊小灰 幫媽媽開門 結果我那個同學就這樣 不開不開 我不開 你是大爺人 結果他媽媽就這樣 啊 你敢這樣講我 那我等一下我開門進去 我就把你給吃了 然後那時候我們才國小 然後那個他就 好可怕好可怕 那我開門 結果兩個人就玩得好開心 我就記得這個母子琴 你知道 我回家有一天 我坐在家裡客廳在看書 你知道 我爸去賣牛肉有沒有 夏天啊 中午那牛肉大概多少出去 就多少回來 你就知道生意不好 扛著一大箱很重 牛肉這樣進來 要開門開不了 欸小灰 幫我開門 唉唷 有沒有 那個母子琴 來了 我就來了 噢 不開不開 我不開 你是大野狼 去你媽的 養你那麼大 你說我是大野狼 從此不敢跟我爸開玩笑 你知道嗎 對啊 然後後來就你知道 我爸 就是不會開玩笑的人 當然生活上跟什麼舅舅叔叔 他們喝了酒會 會講點笑話 但平常不跟我們開玩笑 結果一 哇塞 他一得病之後 整個人大奔放 就是那個開車出去 我就問他說 老爺怎麼樣 今天帶你出來玩 開不開心啊 醫院沒有床位啊 我問你開不開心 你跟我講醫院沒有床位 什麼意思 醫院沒有床位 我怎麼開心啊 哈哈 動手術啊 開心啊 跟我爸爸講的 對啊 他問我的那個助理說 豆子啊 然後滿街都是公車 為什麼沒有母車啊 哈哈 什麼鬼啊 什麼公車 母車的啊 好好笑 對不對 滿街都公車 因為母車都在家帶孩子 你變得好幽默 對啊 然後我去那個醫院裡面 從那電梯出來 到我爸住在心臟科那個病房 聽到外面怎麼護士 笑得花枝亂彈 三四個護士在那邊笑 我一過去看我爸被圍在中間 我爸在逗他們 對啊 然後那個護士就講 看到他 小姐你好漂亮啊 可不可以帶回去做紀念品啊 啊 還有那怎麼好意思啊 沒關係嘛 我們結了婚就不會不好意思啊 啊爺爺不行喔 你上禮拜才在那個什麼病房那邊 採取另外一個 哈哈 我爸那個反應就有一點那種被抓包 啊 那沒關係嘛 那也不差多你一個啊 哈哈 哈哈哈哈 我爸變成這樣 好 變得很會開玩笑 那 我媽媽是反應另外一種 她的反應是比較偏 她可能未必會跟父母住在一起 但是呢 她至少會每天的打電話 跟父母來報一下平安 或者是每天打電話來陪父母聊天 關心一下父母今天的心情 或者是說 分享一下父母今天的這些 生活對於的感悟 她覺得能夠通上一個電話呢 就是陪伴父母的一個 最好的一個事情了 我媽媽是反應另外一種 她的反應是比較偏向 憂鬱一點 焦慮 然後會覺得有一點猜疑 我媽媽其實人很客氣很好 但是我記得家裡面 那時候因為要照顧爸爸 那爸爸是合法 就是當時的規定 是可以請一個外籍看護 那媽媽還不符合規定 我媽才剛發病的時候 然後不能請嘛 那怎麼辦 就請台籍的 有打掃的 有煮飯的 有陪她聊天的這種 然後加上我爸爸的 加上我姐姐 還有我另外有一個家人 另外一個姐姐是在洗腎 也需要有照顧的人 家裡面最多的時候 有差不多六七個在走來走去 就從早到晚 我媽看到那麼多人 在家裡晃來晃去 餐桌上吃飯 筷子一放就坐到客廳 怎麼了 媽你怎麼了 養這麼多人幹什麼 媽要照顧你們 要照顧爸爸照顧你 照顧姐姐 不要 我不用 我還沒有到一百歲 我可以自己照顧自己 搞到最後是什麼你知道 就是也不是說她要怎麼樣 只是因為她看到 這麼多人在吃飯 那些吃的東西 都是她兒子辛苦賺來的錢 她覺得你們都是來吃垮我兒子的 對啊 她就不吃了 然後就說你看那個 那個黃有甫還在那邊夾菜 她吃的 她吃的最多 一直夾 還吃肉 你知道我媽會變成這樣 可是我媽不是小氣喔 是為了你一直在吃我兒子 辛苦賺的錢 那後來 想到一個方法怎麼解決 媽 這個是志工 我們心情 因為都被辭掉了 都被辭掉 這個請來的這個叫黃鐙輝 她是志工 她是社會局派來的 她來這邊服侍 你是要累積點數 她點數之後 她可以拿到一個證照 她就可以去 她說 這樣子喔 她怎麼是越南人啊 越南不知工 因為黃鐙輝她這個 阿輝她是從那個 越南嫁過來的 然後她就是在這邊 她有小孩 她想要在這邊有工作 所以她要考那個證照 所以你要配合她 食清醒 那食的模糊 只好這樣子 等一下用糊弄的 別人在餐桌上就會 你吃 你吃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把她的邏輯 順過去 你跟她硬幹沒有用 太棒了 所以跟失智症的相處 就是老人家你有時候 我們小孩子不乖 可以打或是怎麼樣 他可以教 可以罵 他會變得更聰明 更乖 老人家不會了 你不能打 不能罵 然後越來越嚴重 所以我們就說 他只要控制在這個狀態 就很好 媽媽每天就開開心心 然後我們幫她規劃什麼 去插花 媽媽喜歡 弄花弄草這樣 救國團插花課 一堂課才五百塊 花財什麼都弄好 所以其實跟大家推薦 就是各地都有救國團 都有相關的課程 愛唱歌給她到 那個失智症協會 辦了歌唱的課 還有什麼 勞作的課 另外還有跟人家做運動 坐在椅子上這樣動啊什麼 帶動上 然後她有宗教信仰 是基督徒 所以跟她去教會 然後跟教友們 一起在那邊做吃的 做什麼 就是她有她自己的社交圈 慢慢的她會認識這個張太太 這個劉媽媽 然後她自己 有時候會記得這個 然後如果她今天心情不好 就是說 不要 我今天不想去上課 變小孩子 那怎麼騙她呢 就說 你現在是當志工的人喔 我當志工 有啊 有啊 你忘了 你每個禮拜要去那個 失智正協會 要陪那些老人家 要去陪他們上課 好棒 對 她就用騙著說 然後就講 她覺得她自己有責任 對 然後而且你跟主耶穌答應過 你要去那個教會服飾 人家在等你 現在已經幾點了 然後那個 人家車已經在樓下 你要不要現在趕快換衣服 好啦 好啦 她就起來就換衣服 就去教會了 去當 其實她去上課 去上那個 她自己是 她自己是病人 然後你要跟她講 她去照顧那些病人 好棒耶 就用這種方式 聰明 對 真的不要來硬的 轉個彎 轉個面 對 太好了 來 艾菲爾老師 我們也來分析 哪些星座的人 他會陪父母到老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星座圖板 哪些星座的人 會陪父母到老 那麼父母都是我們心中 最想要照顧的對象 但是有些星座 能夠做到 能夠陪伴父母到老 我們看看哪些星座 能夠努力地做到 孝道 請大家猜到太陽已經上升星座 首先我們來看第三名上榜的 太陽或上升星座 如果是落在天秤座的朋友 是可以陪伴父母到老的 因為他們覺得 靜孝道陪伴是最重要的事情 其實對於天秤座來講 陪伴就是人生當中 最重要的這件事情 那麼尤其這個陪伴 他們覺得陪伴父母 他這是一個天生的這種本能 不會因為就是說 自己結了婚 或者是說自己嫁到遠處之後 就不陪伴父母 反而對天秤座來講 他覺得是說 父母跟我們之間的聯繫 不會因為我們的年齡變大 或者是說我們有嫁娶以後 而得到改變 他覺得陪伴就是盡孝道的責任 再來我們看第二名的朋友 太陽或上升如果是落在 這個星座也是會陪伴父母到老的 是雙子座 雙子座的朋友 我們來看是什麼 是會每天跟父母打電話表心意 這個對於陪伴父母到老這件事情 這個天秤座也許是做到成婚定型 但是對於雙子座來講 他可能未必會跟父母住在一起 但是他至少會每天的打電話 跟父母來報一下平安 或者是每天打電話來陪父母聊天 關心一下父母今天的心情 或者是說分享一下父母今天的 這些生活對於的感悟 他覺得能夠通上一個電話 就是陪伴父母的一個 最好的一個事情了 再來我們看第一名的朋友 太陽或上升如果是落在 巨蟹座的朋友 也是會陪伴父母到老的 是什麼原因呢 他們能夠細心地安排 父母的退休生活 對於巨蟹座來講 他覺得說對於父母的這一份愛 是永遠會維持下去的 那麼就算父母年邁 年老以後 巨蟹座仍然是會非常的細心地 去關心父母每天的心情 關心父母每天的生活 那麼對於巨蟹座來講 他覺得陪伴父母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幫父母安排他的退休生活 不至於讓父母在退休以後 變得孤單 孤獨 或者是沒有朋友 那麼有上網的朋友呢 天秤座 雙子座 以及巨蟹座 都會用各種方法 陪伴父母到老 騎媽好像是天秤座 騎媽天秤座 他會陪你到老 他真的很孝順 感覺你好像不太願意 你知道為什麼 他很孝順 他為什麼會去買塔 我也你知道嗎 他每年只要掃墓的時候 或者是到父母的祭日 他就會去 那個我的 他的爸爸媽媽是我的什麼 我要怎麼講 我的阿公阿嬤嗎 對 我的阿公阿嬤那邊去上香 然後他就 他會買那邊是因為 他看到那個騎媽的爸爸媽媽的 對面還是哪邊 有一個空位 然後他覺得 他如果以後也把他的骨灰放在那邊 可以再陪著他的爸爸媽媽 其實他滿感人的 只是我把他講得比較好笑而已 但是你也是要小心 你可以說出來 讓蟲蟲幫你分析一下 騎媽說不定會是初期的症狀 他現在走到哪裡這樣子 亂買亂刷亂 這個失智症的確是會喔 有一種狀態是這樣喔 會亂買東西 我剛才這樣聽下來 我真的覺得其實 騎媽還真的整個運勢啊 跟她的運氣整個都滿好的 雖然說她很會亂化 可是我們現在在討論症狀啦 病症 我們在討論運氣 他在買一個什麼 你就說好你可以買 但是你要讓我帶你去醫院 做一下測驗 真的有亂買症 有亂購物症這種病嗎 是在這裡面 有一個階段會亂買東西 你們現在就認真是開玩笑 我媽媽以前有啊 真的啦 我們家阿嬤也是啊 他會重複買同一款鍋子 他買過 對啊 他買過他自己忘了 對 你看很多內衣 他重複買 有 買了三套房了嘛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像鞋子啊 甚至衣服 或者是內衣內褲那種的 有時候打開他的那個櫃子 啪 都是內衣的 吐司流內衣的 還有一些是標籤還沒撕下來的 然後他也會就是很多 很多東西買一買 就走到哪兒買到哪兒 然後自己忘記自己有買這樣 我待會兒給你幾個醫生的電話 來來 這樣這些症狀啊 不是症狀啦 就是說 他這個購物欲這麼強烈 你有這樣子好好的跟他聊一下說 不要伯伯 我跟他聊過沒有用 但是我後來我真的覺得 我聽完你的那個故事之後 因為我想到以前 我爺爺也失智 然後我爸爸是慢性病走掉 然後後來我都很很很慶幸就是 我後來有接我爸爸來一起住 然後趁他們還走得動的時候 可以陪著他們去躲 留下一些我們的回憶 因為我都在工作 我們很少可以跟爸爸媽媽在一起 跟爺爺奶奶 我回去的時候都很珍惜 最後面我有就是把他接過來一起住 然後帶他去哪邊 甚至是看醫生 甚至在醫院都好 至少我是陪著他的 是 然後我就會 因為經歷過這些事情 現在想要騎媽 他雖然說每次都亂花 然後亂出國 又要背去哪 也要背去哪 要幫他付 但是我想說 趁他還走得動 趁他還可以有力氣去花 就讓他去花吧 因為他再花 就怕花不了多久 這後面 我收你500就好 我幫你修掉 因為他還走得動 對啊 我就覺得 而且他幫我帶小孩很辛苦 三個 24小時全年無休 我覺得這是他應該有的報仇 趁他還可以跑來跑去就好 就是你的孝心 就是你的孝心 就讓他開心嘛 就自己轉念 OK 要不然壓力很大 自己轉念 對 自己轉念 也好在你們都有這樣的能力 可以負擔 來 尤富老師馬上來幫大家 進行一個測字占卜 我們一起來站一下 未來一個月 我會好命嗎 好 我會好命嗎 我們字面就這四個字 命中注定 從命中注定這四個字 你們選一字來測看看 那請現場貴賓 還有觀眾朋友 請你們選一個字來測看看 未來一個月我會不會好命 請囉 好的 來 誰先 誰先 我想要選命 好 來 從哥來 我選中 中誰 好 老師們 中加一 選住 未來一個月我會好命嗎 命中注定 好 我們從命開始 命是登輝選的 對 是命 還有觀眾朋友 你也是選這個命的話 答案是 感情合和令人羨慕 注意看一下這個字 這個字的這一邊就是一個和 那麼那一邊卻就是一個令 剛好兩個字組合在一起的一個字 好 所以這是 感情上面很好命大好命 80分 好耶 其實我們看一下中 如果觀眾朋友 你選到中這個字的話 答案是 空口白話造成隱患 抱歉不太好 抱歉不太好 只暫時沒有 只有30分 好 我們跳過去看一下定 定是玉佩老師選的 還有觀眾朋友 你也是選定的話 答案是 事業操作 紅皮疙瘩 超濁 這是工作方面大好命 感覺要做扁額了 90分 這幾個字 好 在下面住 住是篤林選的 還有觀眾朋友 你也是選這個住的話 答案是 投資得法成大財主 這就告訴你主了嘛 這邊是 罰 所以是錢財方面大好命 100分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來賓 真的 你們兩位很不容易 但是很成功 謝謝你們的分享 命苦而有福報的感覺 對 真的 好啦 也要感謝您的收看 別忘了下次同一間 請準收看 命好玩 拜拜